我們進到78月這邊 就準備來試試看看 它怎麼樣跟我們的四伏馬達做結合 那你可以把剛剛所完成的這個 先把它斷電之後 先把它拆開吧 先復原一下 你就先歸位 看它原本放哪裡你就先放回去 好 鋒鳴器真的可以退下來 待會真的用不到它 那拔杜方線的時候 請你盡量就是把黑色的插從這邊 你不要從後面拉 這樣比較容易壞 就是從前面這個 好 前面黑黑的這邊這樣拉起來 拉起來 拉起來 好 這樣比較不容易壞掉 雖然它是耗材啦 但是你好好愛惜 總之可以用比較久 好 那在這裡呢 你要不要接這個麵包板 其實都可以 但是我們還是接一下好了 還是接一下 首先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呢 這個四伏馬達有沒有發現 它是三條 有沒有 三條線 你如果一般的 一般的那種 馬達 大部分都是兩條線 就是有供電跟鎂供電就這樣 但是呢 它這有三條 就是有一個訊號線 我可以透過這條訊號線去控制它 首先你先看一下 我們在簡報78上面有寫 紅色的那一條 就是提供電源 VCC 中色的那一條就是接地 訊號線是橘色的 訊號線是橘色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 就是先插到麵包板的話 我就先把它插到麵包板上 但是因為它的接頭是什麼 有沒有發現這裡是母頭 所以如果你要接到麵包板 請問要公公的還是公公的 公公的 所以請你準備三條公公的 如果可以 你的線 我通常就會盡量選 跟它一樣的顏色 因為你就不用再轉換 就是不用再思考說 這個哪一條接哪一條 那如果沒有 你沒關係 你就自己知道就好了 所以 我在這邊 我橘色的 我就用橘色的 接上去 公公的 紅色的 我就用紅色的 然後呢 這個棕色的 我這邊好像沒有 我就找另外一個顏色 來跟它搭 好 這樣接好了 這樣接好了 那 你要插在麵包板上的話 你可以直接插下去 再接線出來 好 再把它 有沒有 這邊你可以接上去再接出來 其實 它本身 線老實講已經算蠻長的 好 那如果說 因為等一下 我們還要接那個 就是 就是 LE點舉正的話 你就 先插在這上面 好 我就先隨便插 三個位置 吧 一 二 三 我照那個順序 好了 照這個順序 反正 反正你自己顏色要稍微對一下 好 現在呢 這個 你就再找三條 因為我們這樣接的比較長一點 我就再找三條 準備把它怎麼樣 接到我們的開發板上面來 接到這邊來 接到這邊來 那現在呢 我接一條 這個 訊號線是這一條 橘色的 所以我把它接到藍色 我這邊接到00 你不接到00也可以 05 02 那些其實都可以 好 接著紅色是什麼 電源 所以我再找 紅色的 有沒有你的 杜邦線不夠的 你可以到前面這邊 再來拿 好 我找這個棕色的 灰色的 好 我就把它接到VCC 最後再接一條 棕色的 再接一條棕色的 這個是GND OK 所以我現在這樣 就是先插到這邊 然後再接過來 接到這裡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好了呢 你就可以插電了 可以插電喔 不過呢 建議大家就是 因為你在 在 插電的時候啊 它其實 馬達會稍微動一下 它的馬達會稍微動一下 所以 如果你在插電的時候啊 你怕它 動了會亂跑 你可以稍微 就是把它擺正 然後手稍微拿著一下 好 像這樣子 好 它通完電之後 它其實 馬達會稍微動一下 你可以先看這裡 簡報第80頁這裡 我們現在沒有接L1點舉證 沒有關係喔 那80頁這邊呢 我們來換一個 網頁的互動方式 因為它有一個互動方式 叫做拉霸 叫做拉霸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裡 去調整 這個數字 好 調整它那個角度 那我們來先看一下 來 回到這邊 剛剛這些如果你不要 就把它丟掉了 好 就把它丟掉了 如果待會我們要接L1點舉證 我就先留著 其他的我就先丟掉 好 丟好之後 首先 先把按鈕行為 改成什麼 拉霸 這個 我把它先改成拉霸 有沒有 跑出來了 這個跑出來了 左手邊就有相對應的工具 那 請問 我們這個馬達 有沒有看到 它在玩具跟馬達裡面 這個類別 你找到四部馬達 它只有一個腳位 所以拉進來 我剛剛正在你 對不對 所以先把它硬體先設定好 硬體先設定好 那至於你要怎麼動 就要由下面這邊 來做決定 因為四部馬達 它的轉體度就是在這裡 那我從這裡 操作這個 也就是待會我會拉動這個拉霸 那你拉霸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設定 它的最小值 最大值 然後拉一個 有沒有 距離多少 預設值是多少 可以像這樣 所以我先把第一個先拿進來 放進來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都是180度 如果待會呢 你用了之後 它會一直轉一直轉的 你就是拿到360度 這樣清楚了 好 你看 調整拉霸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就把真正的拉霸 這個 你注意一下 這裡有兩個 有沒有這裡有兩個 可是我要的是下面這個 因為 拉動的時候這個數值 是不是要是動態的 可以改變的 上面這個是不能改變 就是你只能直接拿的 所以我要的是第三個 第三個 你拉進來 但是我現在並不是要它轉一 而是什麼 轉動的就是我這個拉霸的數值 對不對 這拉霸的數值在哪裡 因為跟拉霸有關係 所以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拉霸的數值 你這樣 拉出來 取代掉這個椅 把這裡丟掉 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好囉 馬上測試一下 手記得拿著一下 有沒有動一下 執行的時候有沒有動一下 有對不對 所以你拉一下 那些齁 我這裡手不 所以我拉動 我把它拿著 有沒有這樣還蠻有療癒感的 可以嗎 有電動馬達的感覺嗎 因為你是直接控制它的角度 所以為什麼你 在做這個時候 因為它會有一個反向的力道 我們在做這個 你牛頓不是有那個嗎 三大運動定律嗎 當我給物體一個力量的時候 你打它一拳 請問你會不會痛 然後 因為相同的力量會回 反作用力會回到你身上 對不對 只是每個人耐受力不同而已 好 所以你在拉動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反作用力 所以它會動一下 好會動一下 這樣你就了解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個小缺點 你看上面這個數字有沒有改變 你在拉的時候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讓它可以 改變一下 你可以來這邊 你看 當我執行的時候 我還要把什麼 數值 是不是要顯示 顯示什麼 有沒有在拉霸裡面 有一個數值顯示 就是它上面這個 你可以顯示它的拉霸的數值 這樣是不是就更完美一點 也就是你在拉動的時候 這裡 拉動的時候 有沒有數值就顯示在上面 那剛好你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看看 你原本定90的地方 有沒有剛好是正的位置 如果不是 你就把 請你不要用轉的 因為用轉的很療癒 它會有那個 但是這樣馬達會壞掉 所以你把這個拉開 有沒有 這個我們剛剛不是有底座嗎 你把它拉開 轉個角度 看看哪裡是正確的 再放進去 這樣有了解嗎 小朋友很喜歡這樣轉來轉去 但是因為它是拿 馬達 是塑膠的 所以如果這樣轉來轉去 比較容易壞 等於說你好像在 先檢測它的初始化 我先檢查這產品 它的預設值在哪裡 那我用這樣子的時候 轉好了 你再來拉 你看90度 看能不能真正轉到 你要的90度 這邊0度 是不是真正你要的0度 這樣有沒有了解 了解了齁 你就是像這樣子 像這樣 那你就可以搭配 看你想做的 你要怎麼樣去帶動它 因為其實以前 你要玩這個馬達 老實說 我也不太可能自己玩 因為我們不會寫程式啊 不太會去控制這種東西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控制 來 那你順便玩一下 360 360的怎麼玩 程式不用變 直接把馬達換成360就好了 所以來 第一件事先斷電 先斷電 好 那你把360的拿出來 所以你看 我交這個馬達 其實不用交太多啊 360的拿出來 你接線都一模一樣 只是把它換成這樣 那你這個 上面這個 你就直接換到它這邊來用就好了 你等一下感受一下那個 什麼叫做360轉 然後有兩個速度 還有不同方向 你只要把它剛剛這個 拆掉就好了 好 這樣我就替換成 360度的 OK 替換完成 那我就把它插電一下囉 小朋友都很喜歡玩這種 因為破壞力比較夠 這個真的 比較容易壞喔 如果它常常這樣轉轉轉 好 那我現在已經連線成功了 我只要重新執行一下 你看我轉看看 轉一下 有沒有 可是你拉一點點就好喔 拉一點點 它會用比較慢的 有沒有 你拉過去 它會變比較快喔 有沒有注意到 我拉回來一點點 所以這樣你知道它有兩個速度了吧 那我往另外一邊 有沒有轉另外一個方向 再過去 再過來 所以你大致上它是在90度的地方 就會停止 有沒有 有沒有 差一點點 可是每一台的會 那個角度不見得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你要稍微試一下 所以有些人就很喜歡這樣拉過去 拉過來 拉過去 拉過來 就在那邊療癒有沒有 那你用派液 哈哈哈哈 所以它不適合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它不適合常態性的這種運作 因為它發熱嘛 會有什麼 就容易壞掉 因為塑膠會融化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比較常態性的 你就要找那種比較耐用的 這樣 特別有療癒齁 真的真的 很好玩 所以現在 是否馬達 老實講 真的我不用教太多 因為剩下的就是你要去發揮而已 所以我剛剛上面給各位看的這些東西 是否我就真正實際去做看看 這樣你才會覺得比較好玩 不管只是在那邊賺賺賺賺 雖然有意思 但是一下子就覺得也沒什麼好玩 所以他們很多 如果你要做什麼自走車 不會用這種的 自走車有另外的馬達 因為這種不耐用 另外叫TT馬達 TT馬達大概三四十塊 比這個還便宜 這個一個還五六十塊 甚至七十塊 如果你去電子街買的話 基本的就是七八十 他如果三百六十度的比較貴 因為一百八的比較常用 三百六的用到的槍針比較少 所以他的就比較貴 這樣是否馬達會用的馬 好